花蓮领馆处今年3月份共举办了16个场次的证苗活动 21号上午处本部的证苗也获得很多乡亲热烈响应 今年除了提供更多样的原生种苗木 还有环保材质的容器和包装纸 希望民众在植树同时也可以响应环保 不要增加地球的负担 3月植树月 花蓮领馆处今年准备了9000多株 各种台湾原生种苗木 分16个场次让民众来兑换 我们一共办了16场的植树渐行活动 那在这我们总共准备了9000多株的苗木要送给民众 那今年准备的苗木都是原生种 一共有10种 所以民众可以很安心地把苗木带回家 那除此之外呢 领馆处今年的活动的特色是生活探寻 生活探寻呢 其实是希望号召更多的民众跟我们一起来种树 我们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 那今年的我们的植树呢 其实也推出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点 包括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得到的汉堡盆 它这是一个纸浆穴盆 那在三个月之后呢 它就可以溶解 所以民众可以把它带回家之后 先放在桌子上观赏它的叶子 那之后呢 直接把它种到盆栽里面 因为它的土球不会散开 所以植树的存活率就会提高 那在这边呢 号召所有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植树 你种一棵我种一棵 我们的环境会更美好 21号上午在出本部举办 倒数第二场的正苗活动 很多民众一大早就前来排队 拿着发票要兑换苗木 今年特别限量发送的环保材质容器 搭配造型可爱的绿色植栽 广受民众喜欢 大家拿着台湾原生种苗木 要回家种植 共同来响应植树爱地球的活动 这里会幻视报导